請坐 請坐 不好意思 剛才穿西裝起來太熱了 大家 不介意的話我穿襯衫 當開始我剛醒過來 先跳一下好了 幫我把這個圖片 哈囉 幫我把圖片換到那個 龍捲風那邊 只有這期才有 只有這一期才有 我們昨天不是碰到颱風嗎 秘書長講的沒有錯 他真的白天都沒有事 沒辦法把你肆虐 只有幾個小時 他的 本來從強臺 變成中臺 中臺現在變成熱帶性 氣流 氣流 龍捲風那邊 大家沒看到龍捲風 你們真的沒有看過 在台灣看不到 小小的不算 我在美國住 我親自碰到龍捲風 而且碰到龍捲風 不是你們想像的龍捲風 我是六個龍捲風 同時在不同的地方 Touchdown 他們講Touchdown 什麼叫Touchdown 有人知道 龍捲風Touchdown 他們用那個名詞 叫Touchdown 就是本來龍捲風 在射射射kov 有時候還在半空中 Touchdown就是那個射 像一個 game Wednesday 冰淇淋那個捲 有沒有 最尖的地方 還沒有碰到地面的時候 它不會形成災害 還在上面捲的時候 不會形成災害 真正成為災害是 那條長長 下一張 不要那麼大 下來它touch down 那個ice cream corn 那個冰淇淋那個捲的下面 碰到地面的時候 地面都封起來 整個封起來 我們的颱風 那個速度跟大家是叫做小屋見大屋 給我最後一張圖表的 對 再上一張 對 這是我們颱風 昨天我們是中度颱風 它平均就是在32.7到50公尺 per hour 不用放那麼大 沒關係 因為我待會還要講下面 龍捲風在上面 這是中度颱風 184以上叫做強烈颱風 183 118 這個是50.9以上叫做強烈颱風 來 這是公里 per hour 每個小時幾公里的速度 來 再往上一點 龍捲風是多少 你看看 看到沒有 看到數字 嚇死人 483 per hour 昨天45公尺 重新速度 如果是公里的話是這樣子 嚇死人 所以它肆虐就是往上看 我們看到災海 回到剛才的第三章 龍捲風的第三章 龍捲風的第三章 全部 在中心點的 去打起來沒有一個東西存活 連車子 卡車 整頓的卡車一樣上去天空 再下來 這下一個 這歐巴馬 這就是這一次 歐巴馬龍捲風的結果 就是這樣 台灣還沒有看到這種程度 真的沒見過 我跟你講 颱風是大範圍 好雨成災 大部分是這樣 可是龍捲風是小範圍 大概幾個 不到一公里 不到幾百公尺 這樣裡面把它尬起來 可是它會跑 它可以幾個小時 都在地上這樣 把它吸沉 好像吸沉器這樣 然後再下一張 你看 你看 它走過的地方全部毀掉 連鐵都被熬到 你看 都熬到樹裡面 尬到 再下一張 恐怖 真的恐怖 你們看這大概腿軟了 整個吸上去 你看 小東西都吸到天空去 這叫龍捲風 這像 再高的樹 再跟龍捲風比的時候 跟大自然威脅的時候 是這樣子 方圓幾公里都是這樣 都被吸上去 下一張 它不光是細 還炸 還加那個 Thunder 閃電 爬下去 還有誰可以活 你真的 在它那下面怎麼活 我不曉得 只有一個方法 你們都找得怎麼辦 對啊 地下 小朋友最厲害 對 他們那邊都有一個 在美國有龍捲風 他們就有 Tornado Warning 他們有Siren 那個警報器會響 那時候響的時候 你就要想辦法 每一家下面都有一個地下室 上面有一個蓋子 有一個蓋子 你要打開 跑進去 趕快關起來 封個那個口 後面人家 跑進來都不行 為什麼 一打開就閃開了 一個空就出來了 你們有看過那個Wizard 那個叫什麼 叫什麼 仙女奇緣 那種 在Kansas那邊 有一個老電影 不講那個好了 這給你看到 下一張 OK 它走過的地方 這上面以前都是房子 一間一間的房子 它走過去就全部吸到光 以前我就經歷了 我回到家的時候 出位定沒有 我的室友坐在旁邊哭 因為他被嚇死了 我的室友也沒台灣來 等一下考了 念化工系 他哭是因為他的 他的論文被吸走了 他哭不是因為他的論文全部被吸 跟電腦一起被吸走了 他寫了兩年的論文就這樣吸走了 那個更悲慘 這不好笑 再下一個 來 下一張 也有這種 各種形式的龍俊鋒 大家現在有沒有醒過來 再下一張 我要講這個 一定不是只是要嚇嚇你們 說龍俊鋒多可怕 絕對不是這樣子 美國的媒體 在龍俊鋒這種大災難發生之後 是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民眾抗議 說政府沒有幫我什麼什麼 有沒有這樣 沒有耶 很奇怪耶 日本也沒有耶 他們會檢討 可是不是那種 可是我們看我們忠實的 上班上課時間 如果宣布錯誤 大家都在抱怨連連 因為我賣場這樣擠得要死 有些事 我們要知道 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的教育 我們在想父母觀 父母觀 也好像我們北部 政府不是 我不是在聽那個講話 我只是說 我們的要求到有一個限度 你要知道有些叫自然災害 自然災害我不管你什麼政府 都做不到的事情 連美國這麼強大的國家 遇到龍俊鋒 總統能做的事情就是安慰受害者 我也做不到 大家一起來經歷過這個災難 沒辦法 超過你不可能把責任都跪在 少數的人的決策上面 美國在這方面 他們的人民蠻Tough的 你不要以為他們過好日子 其實他們遇到這種災難 他們的態度也正確 比如說他們到世界各地 都是他們的子弟派去打仗的 如果我們這裡走到要死 而且打還不是直接對美國有威脅的 比如他到伊拉克去打 他當然來去打 都是他們的孩子送出去的 怎麼樣可以叫得動一個國家的人民 這樣他們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打仗 所以他們叫強國 他們人民知道在做什麼 我們不知道 我們把自己戴自己 跟我自己切身有利益有關係的 我才care 我才關心 離自己稍微遠一點 多了兩步的我就不管了 我們台灣人叫做公私不分 什麼叫公的 什麼叫私的 我們還停留在部落形式的思考方式 我們還沒想到說 很多台灣人都在法理論述 還在想說我照顧自己可以吃就好 我觀察台灣人的結果會變怎麼樣 不然整個台灣人是好 整個群體未來的走向不管了 拍拍屁股的走 叫我去哪裡都好 什麼樣的人會有這種思考 我跟你講流亡的人會這樣思考 因為他沒有家 這裡不是他的家 所以他永遠隨其 東西看著看著要走 他只要活著就好了 他們很喜歡好死不如賴活著 他們很喜歡說賴活著 日本的文化不是這樣 像Sakura一樣 在最漂亮的時候凋謝 慢慢要想回 人活著是什麼 是個精神 你是誰很重要 不是說我是誰不重要 只要活著 如果你是這樣的人的話 你到哪裡都不會是一流國家的人 我上街去LA跟當地的橋社一起吃飯的時候 他說我吃飯的時候聊天 他說這樣你們政府有發新聞做得很好 這樣我也要行進你的身份證 這樣我美國這邊就不用做兵 我兩邊好處都可以拿到 我說你去死 我不想講那個字 我說你當美國人 你現在拿美國的公民身份證 你就應該為美國犧牲 因為你效忠對象是美國 你不要腳踏好幾條船 變成哪邊都不是 你就想拿到美國的好處 又拿到台灣的好處 台灣看得到好處 還要來拚一下 不要這樣子 這樣end up with nothing 你這個人活著 就算你擁有了所有東西 你也這個人的失去了 你之所以活著這個理由不見了 你已經沒有精神這件事情 沒有說你是誰 identity沒有出來 那個就像什麼 戰爭我那時候講過 開幕的時候講過 戰爭是殘酷的 戰爭來的時候 現在的戰爭都是這樣 給你抬頭 剩下的百姓 換別人來統治都可以 因為你還是頭不見了 身體還是繼續function 繼續供人 幹嘛 繼續當黑螞蟻 工作 賺錢 我只要管吃就好 其他不跟我的事 我反正吃不到青春 我三等就好 但是來民政府 你們來這邊的人不一樣 所以我很respect你們這些來的人 就是表示你們想法不同 你們知道為什麼活著 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那時候講說 緊張緊張刺激刺激 就是你知道這個局勢是什麼 你take initiate 你做了第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那個要有某種程度上的思考 跟認知的人才做得出來的事 不是只是每天為了三等在家 那時候記得另外一個牧師的副主席講過 他說福音或者好消息 就好像一個新的concept來的時候 有些時候好像釣在路邊 鳥會把它吃掉 像種子一樣 有些是在長大的過程當中 會碰到不同的荊棘把它塞住 我要說就是 法理論述這件事 有的人就是 就是在衡量得失的時候 他覺得我的生活比較重要 我每一天的生活 要喝這個放一瓶 所以他不曉得輕重反擊 看到事情不知道輕重反擊 什麼樣的人不知道輕重反擊 小孩子 就是他思想還是幼稚的時候 他不知道輕重反擊 要吃肚子餓就是 我肚子餓要吃飯了 他不會顧慮到大局 會來這裡最高的人 你們已經看到那個狗 那個局勢 大人狼現在不做動作 沒有下一次 會不見掉 消失掉 沒有機會 講得很好 我只講到這邊 我們回到剛剛那個 我不講太深 今天是入門而已 回到剛剛那個Pietas 那個馬利亞報的耶穌 從十字架上放下來的耶穌 你是天主教徒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你喜歡藝術喔 你還蠻深的 你知道Pietas的不簡單 剛才講說這雕塑很厲害的地方是 石頭像石頭布像布 死掉的人像死掉的 活的像活的 表情也還有 剛才講到因為這樣 我講到基督教解碼 講到基督教解碼 才會講到說他的表情要怎麼樣表示 剛才有講一個複雜的情緒 明明是神怎麼會死在他手上 下一張 麻煩 對 這完全是另外一個故事 你就發覺一個是在講比較聖結 是屬於宗教層次的故事 這是在講人之間的男追女 他是希臘的一個神話 這個男生是少男追少女 追到最後一種 好不容易給他追到那一叉那 那女的就變成樹枝了 所以永遠得不到他要的 Never got what he want 永遠得不到 你看他手指頭已經變樹枝了 好不容易追到 好不容易追到就變成這樣 那也是人的一種無奈 所以這個是 我前後是對照 一個叫做 很 很 怎麼講 不能講high跟low 不過也真的是high跟low 他考慮的人的問題 是比較神的跟人的這種 很偉大的一個story 這個是講很人 人的生活的一個story 人的frustration 人的這種追求 這些訴求是不同 所以你看藝術品要知道 它背後 藝術品背後那個故事是 什麼什麼層次的故事 來決定你要用什麼態度去欣賞這個藝術 是可以用輕 就是有點 怎麼講 輕蔑 不要講輕蔑 有點light 輕輕鬆鬆看的故事 跟一個要栗正戰好看的故事不太一樣 剛剛那個是讓你很嚴肅的去想很多事情 跟人生跟整個人類 跟真理跟這些都混在一起的故事 這個是一個story讓你contemplate 之前那個contemplate 就是反覆在想的 一個是一種associate 就是跟他連到一起 說他人好像是怎樣 我追求一個女的 就是他在上上不去了 他討論的是issue的事件 沒辦法再往上再lift 他是都有碰到頂 就討論到這裡 我在討論頂多就講說 這個皮膚做得好像 這雕工好美 就這樣子 你們現在會看雕錯品的嗎 雕錯品的高檔跟中間層次 跟低檔要分 因為端看他背後那個意思 為什麼米開朗基羅比較偉大 為什麼在歷史上會給他定位 剛才那個雕塑的定位位置那麼高 這個只是Mention 就是有提到而已 我敢說他的雕工不會輸給米開朗基羅 搞不好他的技術層變更強 可是他討論的議題 對啊不一樣 層次不同 好啊 那這就是解碼器不同 你們現在有解碼器你們會看 那附近你像榮頭一次看這個 我沒跟你說剛才那個故事 我們要解這個東西 沒辦法解 因為你不曉得怎麼做對比 怎麼做對照 無從比起 因為你不知道故事 不知道他背後不曉得這個雕塑 不曉得歷史 不曉得哲學 不曉得宗教 你就根本沒辦法解這兩個雕塑品 就放在一起 你就覺得都一樣 都一樣啊 都一樣啊 都很漂亮啊 那又回到那個 我們那些老師的comments 下一張 好 講到這裡 羅馬是一個大帝國 羅馬是當時的大帝國 羅馬帝國 帝國都會在各個細節上 帝國蓋房子不是這樣的 你去花圈DC看那個美國那個帝國 怎麼樣處理DC的整個landscape 整個都市規劃是怎麼做的 非常有架式 就好像你現在去東京去看 還是去那裡以前的那裡 江戶時代 還是去京都去看 他怎麼樣去做京都那個城市 他搬了好幾個 歷代的遷都 遷到後來到京都 他怎麼去安排那個 你去看北京那個 你去看不同國家 放在法國那個放射線狀的 你從Google上 從天空往下看看 法國那個都市規劃多漂亮 你們有空真的去Google去看一下 把全世界各個主要城市都去看 會嚇死你喔 真的是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規範 他會強勢有理由 這個在羅馬當時 他是帝國的時候他做一件事情 他蓋了一個水池 叫Fountain of Four Rivers 四條河的水池 以前在那個時代 河流代表什麼 一個國家的文明 發展的 沿著河流旁邊發展 所以河很重要 所以他們埃及尼多河就拜那個河神 河就是一個文化 還有他們生存的根基 所以他把四個 地的四個地方的河神都給他抓來 比如說他把南美洲的一個大河 還有印度的河河 還有美洲的什麼河 就把他抓過來 放在他羅馬的水池裡面 把他們河神都抓過來 表示什麼 我是帝國 帝國才可以把不同世界各個大文化的河神 都給他抓到這邊來 做成河 水池 帝國在不同的細節上面 都在展現他是叫帝國 再看下一張 後來1887年還1887年 蓋的 他維持了差不多三四十年 世界最高的建築 人造的 平地造起來最高的建築 在山上蓋房子不算 他第一次是平地上面蓋起來 他是一個建築師蓋 請問他幾個角 大家知道嗎 幾根角 四根角 跟剛才那個河的四極有關 東南西北 他數字沒有亂給四個 也代表四個河 他只是不同形式 只是剛才那個有什麼不一樣 跟剛才那個有什麼不一樣 羅馬帝國是戰地 那個年代是戰地 是平面思考 所以這又回到剛才那第一章 我講那個小朋友好像很厲害 這個代表什麼 往三度空間 這個帝國從他開始宣告三度空間 沒有其他的帝國可以這樣做 做到這麼高的建築 他需要工程上的能力 計算 各方面的材料工程 各方面的技術 才累積到這樣的一個作品出來 它是一個國力的展現 他也是宣告一個新的時代來臨 從現在開始 我們制空權也是我們帝國的表彰之一 法國在那時候 萬國博覽會的時候宣布出來 讓各個國家都嚇一跳 表示法國在那個時代 18多少年的時候 他的科技已經到這個level 沒多久以後 有啊 汽船也在後面飛 他科技已經到另外一個階段了 他宣告另外一個帝國 法國那時候很強 沒有錯 好 再下一個 不到60年 另外一個帝國又出來 三度空就不算了 我這三度空就 動到外太空去了 1960幾年 美國 美國 阿波羅11號 帶著阿姆斯壯 克林斯 還有一個誰 誰講 記得起來哪 三個外太空人 發射到月球 發射到月球以後 在上面留下痕跡 踩了石頭再載回來 當然 輸入在1970幾年也發射 可是就在那邊墜毀 美國是人到上面 然後帶的東西再帶回來 另外一個帝國開始 下一張 這是什麼 有誰知道 有沒有人懂 我知道 叫什麼名字 還有名字 有沒有人這麼厲害知道 這台叫什麼 它叫做好奇寶寶 Curiosity 它登入哪裡 不是月球 月球都已經19幾年了 最近呢 火星那一台 火星的距離 到火星的距離是 到地球距離的上千倍 上千倍 它上面裝的電池 可以用14年以上 下一張 這剛到火星的第一張照片 剛到火星 上千倍 到月球你覺得很好 它是上千倍到火星 幾千倍的距離到火星 然後要傳資料回來 讓你看它的照片 這是美國最近做的事情 2011年的時候 12年 12年到13年 對 2012到13 這一個號叫好奇號 又有另外一個階段的帝國 這個距離是不可想像的距離 科技也是不可想像的科技 你台灣人在做什麼 還停留在瓦良隔號的航空母艦嗎 沒得比耶 你們還在被那種瓦良隔號的航空母艦嚇嗎 還在怕那個東西嗎 下一張 18多少年的紐約 同樣巴黎鐵塔那時候的紐約 法國已經是那樣子 那時候的紐約 比較落後 可是1907年下一張 1907年的紐約 1907知道什麼時候嗎 對啊 不要再講民國了 現在都沒在說民國 1907年 不要再民國了好不好 不要說民國 1907年的紐約 難怪世界帝國在不到幾年之後 就已經到登陸月球了 我們會講另外一個帝國 我們是日本人 我們大日本帝國跟他打仗 是這樣的國家 下一張 再下一張 OK 我現在給你們其他的解碼器 剛剛那個解碼器只是一部分 今天要給你們很多解碼器 等一下 我的時間到幾點 我只有40分鐘 好 那我趕快講 這個是以前16 17世紀的照片 不是照片 那時候沒有照相機 畫的油畫 畫這樣一幅畫要多久 你們猜嗎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沒辦法 現在可能 但是古時候不太可能 我不曉得 可能看你了嗎 我又看你了 下一張 這些畫 這兩張畫有個共通點是什麼 共通點是什麼 我先不講這個的故事 共通點是什麼 露點 沒有啦 他們都鏡子不動 好像照片一樣 咔嚓 那時候沒有相機 那時候畫家的功能就當作相機來用 所以你們就好像拍照片 咔嚓不要動 咔嚓 所以他等於紀錄一個故事 一個一個鏡子的照片給你看 對 他不動 他不動 他不動嘛 對不對 什麼不動 觀點不動 你就是從這邊看 那他人也不能動 所以他模特兒每天都要固定的姿勢 畫家畫 不要動 有沒有發覺很奇怪 連光線都不動 好 下一張 後來慢慢 從很寫實的 這時候為什麼會出現這個 因為相機跑出來了 相機跑出來之後 畫家就遇到一個 失業的困難 他如果繼續畫像不像的時候 就有這個困難 這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相機老早就出來 18多少年相機 1870年相機就出來 那時候畫家這是1890年左右 顯然 顯然那個 藝術家遇到職業上的困難 所以他們就轉移方向 不再畫像不像 他改畫什麼 感覺 impression 印象派 而且那時候科技也發現說 顏色其實是我們自己的retina 就是眼睛的那個 吸收不同顏色 自己在腦子裡面把它組在一起 所以一方面也受科技影響 那個我不講 我只要講說 印象派就是感覺上 感覺上 這個是照相機 照不出這種效果 所以藝術家一旦 這個領域的東西 畫的像不像 被人家取代了之後 那你能做什麼 只能畫跟相機拍不出來的東西 對不對 突破也很好 藝術家要想的就是這種事情 所以開始印象拍 下一張 我們台灣人大概最多最多 就停在反骨了 再下去就看不懂了 我們大概就看到這裡 還看得到像這個 Story Story Night 對不對 反骨的嘛 打龍齋嘛 反骨的夜空 有很多歌手很迷這幅畫 很感性的一幅畫 顏色也很誇張的表現 線條非常的 充滿能量 下一張 這是誰 有人知道嗎 別說你怎麼就知道 我們班上有這麼厲害的 你在哪裡看到這張照片 你在哪裡看到這張照片 你這猜的是不是 沒有 就真的很帥 他不高 他不高 可是他那個眼睛像老鷹一樣 到老了以後 還是剩下那兩個眼睛一樣 像老鷹的眼睛一樣 下一張 皮卡索 是皮卡索年輕的時候 他畫這個 台灣人就從這裡就不會看畫了 從這裡開始就不會看畫了 他怎麼看 畫裸女對不對 一二三四 四個裸女 怎麼那麼醜 還畫 好像五個 我讓人看五個 怎麼那麼醜 對五個 怎麼畫那麼醜 怎麼畫那麼醜 怎麼看 其實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他是立體畫派的創始者 來下一張 我待會再跳回這一張 你看他那時候眼睛已經開始怪怪了 會要畫圖的人 發覺他眼睛已經不對味了 他已經開始在探索這個事情 他自畫像已經畫成這樣 他是很會畫圖的人 他以前從小大家都得獎那種 大概從小學六年九 一直得獎出來 他爸爸又是美術老師 他很會畫畫的 他那個比例簡直是無懈可擊 在傳統的畫的領域他沒有畫獎 可是為什麼會畫這種眼睛 也表示他畫家在思考一些新的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怎麼會變成印象派 怎麼會變立體畫派 其實立體畫派的概念很簡單 我們給一個解碼器 立體畫派 剛才那副舊的畫就是 你只能從一個角度去看 立體畫派的話就是這樣子 又回到那個小朋友 基本上那個小朋友 鳳梨可以這樣看 對不對 所以同樣這個杯子存在的時候 你把你的觀點 viewpoint 換位置的話 你同時可以看到上面下面 左邊右邊 對不對 它都存在 你不可以只畫一個方向 那如果這些不同的方向 在同一張畫裡面表現的時候 要怎麼表現 就跑出我們剛才那個情況 所以皮卡索的問題變成 要怎麼解決 在不同的觀點裡面 同樣一個位置要怎麼擺 下一張 好 這要介紹另外一個人 他的下一張再跳回這一張 皮卡索說 這張的下一張 說他跟他學的 這個你就猜 是誰 這個厲害 還是有高手在這邊 好 賽上沒錯 皮卡索說跟他學畫的 當然不是跟他學的 他說從他那邊透到一點的概念 他做了什麼事情 大家往前 他老的時候 他上了年紀之後 他就住在這個山的對面 Mountain Victoria Victoria這個山的 維多利亞山的對面 好 下一張 再下一張 愛錢 每天早上起來就在那邊畫 畫這個山 每天 每一天 再下一張 就開始變這樣子 發生什麼事 我跟你講 你們真的有去寫生的人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人出去寫生 有 舉高一點 只有一個嗎 那邊也有 寫生的時候最大問題是什麼 風很大 不是 光 有人講到光線 對 通常寫生是不是寫生五分鐘 不會吧 至少早上畫到中午對不對 吃個飯下午繼續畫對不對 太陽是不是從東邊起來 西邊落下 你的光線都變了 你怎麼寫生 你們有想過這個問題 樹影本來在這邊 現在換到這邊 中午的時候樹影看不見 你怎麼寫生 你怎麼還在畫 你在畫什麼時候 你要決定一個時間點 是你的位置不動 可是你的光線在動的時候 你畫不畫光線 除非你畫不畫光線 那很奇怪 所以要怎麼辦 像他一樣 隨著時間改 這邊調顏色 調完以後要上去的時候 光線又換了 再重新再調新的顏色 再放上去 又換了 所以他一直在換 可是這個畫家做了一個 很可愛的事情 他說什麼 他是一個老實人 他老實人 所以我看到什麼就畫什麼 看到什麼就畫什麼 很故意的 就這樣 那村的畫家是什麼 就騙人 對不對 你們是不是騙人 你們剩下畫寫生都騙人 為什麼 我經常去看學生說 你眼睛沒在看那 為什麼畫素 很多學生就是憑印象 憑感覺在畫 他不是在觀察 在做紀錄 他眼睛是盯著圖畫紙 不是盯著他畫的東西 那樣的人永遠畫不出寫生 好的寫生 為什麼 他不是在寫生 他在寫自己的概念 腦子裡面的印象 他們都是印象派 OK 下一張 越畫越抽象 因為他顏色 我跟你講 剛剛是什麼 時間不動 觀點動 對不對 那現在這幅畫是什麼 東西不動 時間動 對不對 動的東西不一樣 但是這兩者都做了同樣一件事 你知道嗎 說實話 皮卡索也說實話 這也是實話 誰說一定長這樣子 它是陳述不同的事實而已 就說這一面也對 這面也對 同時存在 就是這樣 多觀點 下一張 不要講太深 所以皮卡索開啟了一扇門 開啟一扇什麼門 藝術家如果說實話的話 畫就不是你當初想的這樣子 不是像照相機一樣 就要拍照 下一張 誰做畫一定都在畫布上 畫可以把大地當作我的畫布 插壁雷針 雷打下來以後 當作一幅畫 畫筆是雷 如果這樣來看畫的話 可不可以 他重新詮釋了對藝術的定義 皮卡索從他開始說 觀點不同 什麼都可以是畫 那我就產生新的觀點 所以他開了一扇門 賽上本來停留還在影像拍 可是皮卡索把他發揚光大 推到另外一個方向 跟巴洛克這個人 下一張 Earth Art 有一個人就是推土機 把山上的土推到海裡面 繞了一圈 也可以 但是只能做一次 第二個人再做就莫名其妙 所以未來的藝術是什麼 把人做給倒 事情又賣個做 變成這樣 遊戲規則變這樣子 什麼時候變這樣子 以前不是這樣子 以前畫有畫寫實 一堆人都在畫寫實 什麼畫派就一蜂窝一堆人 都去畫那個 可是現在當代藝術都不是這樣子 變成也有新觀念的人 對不對 然後下一張 所以到底是觀念重要 還是畫重要 還是視覺重要 都很重要 可是沒有一個人全部玩到 這個叫做Jackson Pollock 來 下一張 我好像跳了一張 有的人就講說 這是一張椅子 對不對 左邊是什麼 這椅子的照片 這邊是什麼 椅子的定義 什麼是椅子 他寫什麼是椅子 很有意思 我們看任何東西的時候 有幾個概念 物件本身 物件的意義 概念 物件在二度空間上 成像的椅子 一個是實體 要把這分開了 藝術有這麼幾個觀點 越講越深 我不會講一下什麼 下一張 這就是剛才那個Jackson Pollock 他用傻的 波末的 他就盡量不要用到那個筆 這個事情 筆是以前古時候 為了要畫像 所以用筆 他說不要筆 把筆放棄掉 用傻的 他還是用啦 可是後來用波的 這時候還是用這個傻 他是想 Dripping 不用直接接觸到布 那個Canvas 直接接觸到發布 他目的只是一個 要讓他更自由揮灑一點 當然他也是受地心引力的 因素影響 才有那個質感出來 所以他忘了這個 他想脫離畫的限制 可是 還是某種程度上受限 可是已經很Expressive 已經不受形 也沒有像 對不對 不像任何東西 在灑這個東西 在這邊有什麼像 他不是在畫像什麼東西 他也不看著鏡物在畫 他也不是這樣子 下一張 當然看這個沒有看 這是誰 米羅 這不是米羅 Kundensky 有沒有聽過 他把音樂畫成畫 他在講音樂 他講另外一個東西 他的視覺呈現是什麼 來 下一張 我不講太深 P.Mondrian Mondrian Mondrian New York Boogie Woogie 好像你在看一個城市 從上面往下看 下面有車子在那邊跑來跑去 美國紐約 從上面往下看 好像是這樣子 來 下一張 他以前早期畫素 還是像個素 對不對 下一張 好 開始有點抽象畫 好 再下一張 對不對 你們看到那個過程嗎 Simplify 簡化 簡化 抽出essence 就是他的重點 好 下一張 到後來 就是格子 顏色 你們要知道他的process 才appreciate他現在的作品 下一張 那時候男生是Dominate 在藝術世界裡面 有很厲害的女生的藝術家也出來 他就說 George O'Keefe 歐吉夫 他畫的是花 當然象徵是女性的那個 他畫的是花 可是他代表女性運動 Feminist 那時候也很強 女性主義 以前女生是不能投票在美國 他後來是經過爭取 女人跟黑人不能投票在美國 他都不曉得 他都不曉得這個歷史 那經過爭取來的 還有下一張 你們如果看 有沒有人看過 《窈條書女》那部電影 有 《窈條書女》 怎麼只有一個人 《窈條書女》 《窈條書》裡面有一段 是他爸爸在路上走的時候 有一群女的 打著鼓 敲著螺 在那邊 記不記得 那個就是女權運動者 他們要求要voting 要有投票的機會 來 這純抽象的作品 他畫什麼 什麼都不濕 一堆顏色 Richard Dippincorne 再下一張 這更扯 這個如果能講出名字的人 我大概很佩服他 哪一個畫家 哪一個畫家 有沒有高手 哪個畫家 講出名字的已經不簡單了 就是太偉大了 他們叫Cy Twombly Cy Twombly 他已經八十幾歲了 八十幾歲的人 你看他多抽象 我們現在大概根本還看不懂他的畫 來 下一張 剛才不是說開啟一扇門嗎 這一扇門開到哪裡 我跟你講 這叫消費主義 Dotalism 之後發展成pop art 瀑布藝術 瀑布藝術 瀑布藝術就是有點諷刺 當代現在說的 那這個Andy Warhol這個人 他就想說 反正你們就是買畫 我就製造影像給你 說穿了不就這一回事嗎 所以我就製造很多影像 你們想 每天在用的影像 簽個名就給你 下一個 我記得有一個小便斗 來 再下一個 再下一個 我看有一個小便斗 有沒有一個小便斗 下一個 不在這裡面 沒有嗎 有沒有沒有 沒有就算 沒有小便斗沒有 好 那退回 剛才這都是pop art 再下一張 馬利聯盟路就是每天你在消費 那時候你打開報紙 發生雜誌就是馬利聯盟路 在那個時代 1950幾年 六幾年 pop 這叫拼貼 clutch 不同的概念 拼出來 也是一個藝術作品 不同觀念 有點嘲諷所謂的現代 modern world 是甚麼 女生去聾辱 男生去健身 家裡要音響 一定擺這些東西 這typical 1960年代美國所的文化 文化上的諷刺 下一張 你們如果不知道 它的文化背景的話 是很難去appreciate藝術 所以未來的藝術品你們是越來越難欣賞 你如果沒有足夠的解碼器 根本解不了這個東西 怎麼還想用傳統的武器 要去打這種先進的科技的國家 你們真的是回去當摩登原始人好了 真的我們在這邊的教育是零 我們在藝術的 我現在講你就知道你過去根本沒有受到這個教育 你根本沒辦法解現在的藝術 我怎麼看 這個好好看很酷 講不出個所以然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剛才講瀑布藝術 不是在消費每天消費的文化嗎 為什麼有村上籠 前一陣子在流行村上籠 這怎麼回事 你們看我啊 村上籠不是延續他而已啊 那他會延續 就andy威爾是同一個時代的人 他既然是嘲諷 那種消費文化的話 報紙上的漫畫 那種廉載漫畫也是被消費的東西啊 那畫家只會把那個東西畫出來 簽上名給你啊 Roy Lackenstein這個人 所以村上籠只不過想說 你們西方文化 賣的是這個 所以他把它變成東方 就用日本的漫畫 也是他們每天消費的文化之一 只不過他做同樣的事情 你把它奉 奉為這麼偉大的人 不必了 因為他不是那個第一個人 在他之前已經有Annie Warhol 他說延續那個用 不同形式出現 可是講的事情是一樣的 所以他不應該有那麼高的 藝術地位 OK 下一張 再下一張 OK 好 回到剛剛那張 那個Montapoli 我今天給了很多解碼器 可能一開始讓你們這麼多 倒不掉 所以現在開始放輕鬆 講一些比較輕鬆的故事 先講一個笑話好了 算是笑話 二次世界大戰 有集中營 在德國也有集中營 就是那些聯盟軍被抓了 就抓到他們那邊 可是因為在柏林 這是首善之趣 然後日內瓦公約的話 你要對戰俘有某種程度上的照顧 所以他想做一個樣板 給人家看 所以就做一個集中營 在集中營裡面 那個戰俘需要每天至少吃到三餐 早餐 中餐 晚餐 他就做了這麼一個戰俘營 旁邊就放了很多衛兵 那個衛兵不是來看守怕戰俘跑掉 戰俘不要 才不要跑掉 為什麼 在裡面至少有三餐可以吃 在外面沒有 那時候因為戰政的關係 外面物資缺乏 所以德國人都想辦法到裡面工作 至少還吃到一餐 所以他們會出來的時候 都會偷偷帶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那個衛兵目的是什麼 是來看守在裡面工作的德國人 出來的時候不要偷帶東西 夾帶東西出來 所以衛兵就站在那地方 每一個德國工作人員下班的時候 袋子打開 給我看 好 下一個 沒有 袋子打開 沒有 下一個 他就每天這樣檢查 剛好這個有一個衛兵 跟他裡面工作的一個工作人員 是從小一起長大 這個衛兵每天都在檢查 這個小時的玩伴 有一天就下班的時候 就偷偷問他說 我們從小一起長大 我知道你一定會偷東西 你的看我算不知道 可是我每次檢查 就是找不到你偷了什麼 你比較厲害 我知道你一定有偷到東西 到底是什麼 你告訴我好不好 他說除非你不跟人家講 我才告訴你 他說好 我不跟人家講 好啦 我跟你講 我偷的就是袋子 聽得懂嗎 凡不帶一個要多少錢 你現在賣也要五六百塊 一千塊吧 每天偷一個 一個月下來多少個 千三十 三萬塊 三萬塊那不是 對啊 那不能買一個 多厲害 這個故事是有寓意的 也不是光笑笑而已 他表示什麼 不是他很聰明 重點不太聰明 就是說當你設定的目標 是這個的時候 你永遠也找不到 人家全膽去拍 拿走你也不知道 台灣人不就是這樣 你每天設定 就是我每天有沒有飯吃 我可不可以上班 我有沒有足夠的 對不對 是不是有沒有電視打開 有沒有娛樂節目可以看 你就設定這個 你整個 竟然拿走 整個台灣竟然吃掉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設定錯目標了 你根本不曉得人家在玩什麼 結果玩了六十幾年 三代都被他這樣子折騰 竟然做黑膏 你們有秘書長講到黑螞蟻的故事嗎 你們知道嗎 不曉得黑螞蟻 就是外來種的紅螞蟻 他不做什麼事情 他看到黑螞蟻的窩 就進去把它 消滅 消滅的時候 不是 只消滅頭 消滅蛋都帶回家 全身就抹黑螞蟻的汁衣在他身上 黑螞蟻孵化長大以後 以為那是爸爸媽媽 就每天替他工作 他叫下面說 去 帶東西回來 黑螞蟻就很認真去外面工作 就來養他 回家的時候就養這個紅螞蟻 紅螞蟻不做什麼事情 你只專門殺跟蘸這個汁衣 讓他來拜他 一樣 台灣的就是黑螞蟻 中國的就是紅螞蟻 設定遊戲規則 你們盡量去玩 努力的去找工作 最後錢賺到哪裡 繳稅 繳稅到最後什麼 他們來吃 誰可以吃 就是債權掌權者 他就可以借錢 借錢以後就呆帳 對不對 用各種名義把你吃掉 一個夢想到四億五億十億都可以 冠台禮 你不知道錢是從哪裡來的 他拿的錢就是你們的血汗錢 不就台灣人辛辛苦苦每天說 我只要有一個工作權就好 我只要有飯吃就好了 誰會在說 真的 整張照片都不知道 因為你設定的目的要很淺 就是這個 只有我這個家庭有飯吃 搞不好為什麼沒有飯吃都不知道 為什麼我這個錢是越叫越多 為什麼我的環境這麼糟糕 不知道 人家在玩的是整個家 你也看不到這個局面發生什麼事情 這就黑狗的 紅狗的 你就傻了 就願意當黑媽媽媽 就算了 現在還沒清洗 聽到這個法理還搞不清楚嗎 很多人還搞不清楚 所以我剛才講這個故事說穿的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在講 一個故事那麼簡單 其實它意思很多 講這個故事我就講另外一個 一樣 這個是接著剛才那個故事 這是英國人跟我講的 所以沒有涉及種族的問題 以前北愛爾蘭人在英國 算是比較做老公階級的 所以因為收入都是屬於辛苦的錢 有一天一堆愛爾蘭人在田裡工作 大太陽底下辛苦工作 這五六個愛爾蘭人就一起說 那個大哥 什麼事 你過去那邊 去問那個坐在那邊的英國老 抽煙斗坐在搖椅上面那個人 問他說 為什麼我們在工作一天五塊 五塊而已 我們五個人坐起來才二十五塊錢 那個英國老坐在那邊每天抽煙斗 那邊搖來搖去的 做一天薪水比我們還多五十塊 為什麼 他們都很不滿意 他說知道薪水 怎麼這樣 那個大哥就說 好 至高分有 我說我來去問 那個大哥就走走走走 走到那個英國人旁邊 就說 那個大哥 英國人瘦瘦的就站起來 沒有 說 有什麼事情 那個瘦瘦拿著煙走 有什麼事嗎 他說你告訴我 為什麼我們這五個人 這麼辛苦在那邊工作一天 才一個人拿五塊 你這裡沒做什麼事就拿五十塊 為什麼 英國人說 讓我這樣告訴你好了 英國人就把那個手放在牆壁上 他不是在屋簷底下嗎 他有個大柱子 他把手放在柱子上面 你看到沒有 他說看到啊 看到什麼 你的手 用你使盡你全部的力量 垂過來 大哥說好啊 撒大哥嘛 OK 好來 又有力氣嘛 砰 打下去 然後那個英國人 看到他打過來 手就 收起來 那當然是怎麼樣 喔 痛啊 是不是 然後那個英國人說 你懂了沒有 懂了 懂了 回去回去 回去 那個大哥就抱著自己的手 就回到田裡面 喔 那村那個北愛人人就問他說 剛才你問到答案沒有 他說有啊 他說怎麼跟你說的 他說 嗯 他就找不到那個牆壁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手就 往自己臉上這樣擺 聽到笑話嗎 你們真的 待會兒一講的時候一抽下來不就是 打到自己的臉嗎 這一組就講 許老師講故事一定是有道理的 對不對 重點又不是在講重點 重點是說 同樣的遊戲 給不同的人玩 結果大不相同 玩錯的話會傷到自己 所以民政府的法理 你想摳過去的話 會傷到自己 你如果不懂整個法理是怎麼回事 像有一群人就是這樣子 想說整個法理 他學到幾分之幾了 就想自己自立門戶 說自己來玩這一套 會去打到自己 這我講的就是這樣子 好啦 剩下幾分鐘給你們發問問題 下次我們到高級班再繼續講 今天算講很多 因為今天搖不足及交通的問題 所以我補了他一段時間 所以講了很多啦 但是初級班不應該講這麼多 政治局的幹事長有話跟大家講 不好意思打擾一下 請大家今天節約用水 因為剛剛秘書長有交代 我們的變電系統 大概到星期一都還修不好 然後呢 因為電力公司 剛剛那個郵先生直接到電力公司 電力公司是關起來的 然後沒有開 所以請大家這兩天 拜託節約用水 因為水就只有這麼多 這麼多人在用 請大家節約一下 讓我們至少到明天 還有水可以用這樣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女生用 女生比較需要 因為她沒有受過這個訓練 可以 可是女生也不要浪費水 然後你們上廁所的話 男生最好幾個人之後 才沖一次水 這樣水就可以省下來 對 或者不要沖水 小便就不用沖水 有沒有什麼問題 針對我剛才講的藝術節 我講了不少 其實蠻深的 需要大家去reflection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我們就 要下課 OK OK 那個 各位好玩請 起立 走 學校休息 這節課休息到四點 四點開始上課 謝謝